在中国花样游泳的历史上,蒋文文、蒋婷婷这对双胞胎姐妹一直创造着辉煌的记录。 他们在多哈亚运画《双人和集体项目》中代表中国队第一次击败了日本队,勇夺金牌。 在国际勇联世界杯上,为中国夺得了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。 这些辉煌的成绩都是两人共同努力和奋斗的结果,但有时也会输给现实中的黑幕。 蒋文文和蒋婷婷是一对双胞胎,1986年出生,身高1米74。 1994年,年仅8岁的双胞胎姐妹进入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游泳系花样游泳队。 由于蒋文文和蒋婷婷的表现非常好,很快他们就得到了国家队的青睐。 因此在2004年,从国清队进入国家队,从国清队迈入国家队,他们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。 两人拥有出色的水感和美感。 众所周知,双胞胎一般都是心有灵犀的,都会心灵相通,他们也不例外。 比赛中两人配合得非常到位,默契度很高。 在日本的花游教,奴景村雅带执教两人后,其银格的训练方式和多年的执教经验,让两姐妹的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。 但是,这对双胞胎姐妹的职业生涯,却不幸遭遇到了黑暗的一幕。 2013年9月,在第十二届全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,蒋婷婷和蒋文文依靠完美的姿势,在零失误的情况下,精彩的演绎完成了天鹅。 但是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,两人紧紧排名第三,输给了东道主选手吴怡文、黄学琛。 在比赛后,两姐妹痛心哭泣,声称这是职业生涯,最黑暗的一天,两人的申诉也是没有任何作用。 第二天,两人愤怒地宣布退役。 当时蒋文文和蒋婷婷接受采访时痛苦地说道,我们没有任何失误,却被硬生生地判到第三。 这样的比赛有意思吗? 他们把运动员和教练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摆在了哪里? 这是对体育精神的不尊重,对观众的不尊重,公道自在人心。 在2014年11月,云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花样游泳部主任余力因涉嫌受贿操纵比赛,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。 随后经过审查,余力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,不知道两件事有没有直接的关联,但是两姐妹总算是得到了公正的解决。 在2015年11月,尽管已经成为了母亲,而且已经年近30岁,但这对坚强的双胞胎姐妹还是坚定地选择付出。 在2017年,世界花样游泳系列赛巴黎战上,两姐妹以91.48分勇夺冠军,再一次书写了自己的神话。 如今两人都已经嫁为人妻,成为母亲,有了自己的家庭,还在为中国的花勇事业不懈奋斗着,祝他们家庭幸福,也希望他们的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,为中国花勇创造。